我們可以提供台北市民 一種新的體驗 觀看藝術的一種新方式 明日博物館呢 可能又會像 這個我們說 逐水草而居 它逐地而居 它會找到一個 它適合的地方 那這個博物館呢 它可以是一個 有機性的 它是移動性的 它是一個虛擬的 可能未來它會是 一方土地 在上面我們 創作這個地景藝術 那它有可能是 一面牆 可能是一個社區 可能是一個 電腦上面的 虛擬的博物館 那其實 Happy Living 最大的一個想法 其實就是 我們希望去安心 安住此心 我們也認為 其實家只是一個 有形的概念 其實更重要是一個 無形的這種精神的追尋 當然來自於 不同文化背景 能提供我們 思考快樂的一種定義 但是我相信 我們對快樂的定義 應該是放出四海階段 都在追尋一種 心靈的安定 那我也希望 這個展覽 能帶給我們的市民大眾 以至於 還有外來的觀光客 一種 重新觀看自己 觀看自己內心 再觀看自己家 的一種體驗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一直耐用 的 字幕志愿者 感谢观看